15岁 他参加功能革命军 身经百战 是金刚山上出名的小战士 21岁 他当上红军军团长 擅长游击 是敌人文风丧胆的指挥员 壮志未愁 英雄悲伤 身心死 精神不灭 信仰激励 后来人 信仰的感召 肖将传奇 寻怀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28年2月18日 江西宁刚新城镇沉雾弥漫 突然间 伴随了相撤天际的军号声 由毛泽东亲自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二团 对新城守军展开了总攻 按照战前毛泽东制定的围三缺一战法 一团之战员从北东南三面同时发起进攻 冒着猛烈的炮火 战士们排着一架架竹梯冲向守军 战士们将梯子靠上城墙 飞快地向上攀爬 枪林弹雨中 有的战士摔着梯子 有的则助胆牺牲 城下激战震撼 城外骑山岭的指挥所里 亲临前线指挥的毛泽东也在密切注视着战况 战斗中 毛泽东的注意力被一位年轻的战士所吸引 只见他灵敏地爬上梯子 在接近城头的瞬间 敌人用铁叉推开梯子 危急时刻 悬在半空的战士双脚交叉 夹住梯子的横方 腾出手来 振臂一挥 将一颗手榴弹致向敌人 只听到喉咙一声巨响 敌人的铁叉被炸开了 那位战士也顺势一跃 跳上城头 城墙上的敌人还没有反应过神来 英勇的战士又将第二颗手榴弹扔向敌群 很快 后面的战士们也快速跟了上来 占领了城墙 后续部队从三个方向冲进新城 残敌剑撞 纷纷从西门夺路而逃 被毛泽东预设再次的伏兵全坚 新城战斗意义非凡 此战不仅全坚首帝一个营和地方敬卫团 还是锦冈山革命军民对国民党正规军发动的第一场歼灭战 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锦冈山革命根据力的第一次禁销 战后 毛泽东特意找到那位第一个冲上城墙的战士 表扬他作战勇敢 这位年仅15岁的战士名叫巡淮洲 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九连的一名牌长 部队回到毛平后 九连党代表找到巡淮洲 告诉他由于在新城战斗中表现出色 连党支部已批准他的入党申请 当晚在毛泽东等人的注视下 巡淮洲面对党旗庄严宣示 并表示从此要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英勇作战 信仰至上 实现将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的理想 向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 这是巡淮洲从小立下的远大志向 1912年8月29日 湖南流阳黄石堂村一户贫农家中 一个男婴在皇冠时分孤孤坠地 孩子生起来 算命先生说他命里缺水 父亲巡淮盛就给他起了怀州的名字 13岁那年 巡淮洲考入刘洋连西乡历高等小学就读 在这里少年巡淮洲第一次接触到了进步思想 蒙发了革命志向 他是受到我们的谭思东 对焦大风 贫族的起义 一些影响 包括后来就是我们党的组织活动 信任教育 受到了这些的教育和影响 从此反对封建 反对专制 主张民主的新思想 逐渐成为巡淮洲的人生志向 这份笔记卷咎的文字 是迄今为止 我们能看到的最早关于巡淮洲的珍贵史料 这本作文册中 每一页都被老师画成了秘密的红双圈 之前老师盼改作业时 对学生写的精彩生动 可圈可点的词句 就用红笔勾画双圈 以表示赞赏 1926年夏末 在一篇题为 《现在的我的作文》里 巡淮洲倾吐着自己的崇高志向 革命的意义是革除腐裂而见心忧 如社会黑暗变弃社会革命 政治腐败变身政治革命 为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 巡淮洲希望将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 少年巡淮洲是这样想的 更是这样做的 1927年4月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 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 在长沙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湖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此时的巡淮洲 因为曾在刘洋参加过农会工作 也成为反动乡团的抓捕对象 为躲避敌人的抓捕 不满15岁的巡淮洲离开家乡 参加了刘洋工农义勇军 这年9月 巡淮洲随部队参加了香港边界秋收起义 跟随毛泽东转战江西 最后劲敌井冈山 开始了他荣马孔总的传奇一生 井冈山位于香港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 地势险要人烟稀少 是国民党反动势力统治的薄弱地区 1927年10月 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 来到井冈山的瓷平 毛平 这年春节 工农革命军攻下了井冈山南路的 岁川县城 并在此进行修正 一天 巡淮洲所在的一团团长张子清 交给了他一项特殊的任务 夺枪 这并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 这个地图夹中不仅家丁众多 附近还驻扎着国民党政规军 最后经毛泽东批准 巡淮洲将带领20名战士 执行此次任务 然而让团长张子清 没有想到的是 受领任务的巡淮洲 却提议 只派他一个人前去 入夜时分 巡淮洲趁着夜色 来到地主家所在的村子 深夜 他顺着围墙外的古树 爬进院子 摸进正房 巡淮洲用冷冰冰的枪口 对准了地主的脑袋 惊慌之下 这个庐姓地主 只得按照吩咐 把十条步枪收拢打捆 最后在家庭们的眼皮底下 护送巡淮洲出村 天亮之时 在岁川的一团驻地 人们看到巡淮洲半场的衣服 头上不停地冒着热气 挑着一捆步枪 朝团部大步走来 得知巡淮洲孤胆夺枪的英雄事迹后 毛泽东称他为小英雄 还特意号召全团指弹员 向巡淮洲学习 1928年4月 由朱德陈毅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 和湘南起义农军 也陆续来到井冈山 与井冈山部队胜利会师 成立功能革命军第四军 在跟随毛泽东转战各地的过程中 巡淮洲也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指挥员 升任红十二军第一百团团长 红色根据地的不断发展震惊了国民党统治集团 1930年10月 蒋介石调集十多万兵力 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面对强敌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 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 决定先打掉国务军深入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 按既定部署 红军将在永丰县龙岗镇围歼敬敌军 龙岗位于霞长的山间盆地中 万宫山则是这里的最高点 敌军遭遇伏击后 必然会抢占万宫山 从这里撕开口子逃跑 守卫万宫山的重弹 再次落到了毛泽东口中的小英雄 巡淮洲的剑上 凌晨四时 巡淮洲带领部队轻装前进 可部队刚刚抵达万宫山脚下 就与敌人交上了火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谁先抢占山头 谁就可以掌握战局主动 关键时刻 巡淮洲果断命令全团打乱建制 尽全力抢占山头 同时大声喊道 同志们为人民杀敌立功 报仇血恨的时候到了 冲啊 身为团长的巡淮洲 带领尖刀牌 一口气冲上了山顶 此时敌人距山顶已不过十米 情急之下 巡淮洲抓过一艇轻敌枪 对着敌人就是一阵猛扫 硬是将近在咫尺的敌人打了下去 战至下午时分 巡淮洲已率部击退敌军十八次冲锋 窥然不动的万宫山拦腰截断了敌军退路 眼见无路可逃 在红军各路部队的猛烈攻击下 敌人只得纷纷缴械投降 胆大心悉的巡淮洲 命令部队仔细搜山 绝不让一个敌人逃脱 在山腰处有人发现 茅草掩盖下的土坑里 似乎藏着一个人 在红军战士的喊声中 不一会儿一个身穿士兵军服的胖子 从土坑里爬了出来 竟指认这个自称书记官的胖子 就是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中将师长张辉赞 几天内 红军在龙岗东勺 歼敌一万三千余人 胜利打破第一次围剿 战后 毛泽东满怀豪情地写下了 于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双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消汗 乌满龙岗千丈岸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赞 1931年7月 两次围剿失败后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 亲任总司令 调集三十万兵力 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 发起第三次围剿 此时据第二次反围剿 仅仅过去了一个月 连续作战后 官兵疲劳 主力部队也远离根据地 且尚未集中 面对分路围攻 长驱直路的敌人 红军绕道千里 回师干难 主力集结于 新国西北的高兴虚 狡猾的敌人 没有给红军丝毫喘息之计 在蒋介石敌系将领 陈诚的指挥下 敌军两个主力师 已快速推进到 红军集结地附近 敌众我寡 三万人的红军主力 处于敌军三面包围之中 面对着敌人的围攻 毛泽东朱德就决定了 主力向东去 跳到敌人后方 寻击尖敌 但是主力向东去 你要吸引敌人的 就留下 红十二军的一些部队 包括 寻淮州 担任市长的 红三十五师 其实这支部队 也只有两千多人 但这两千多人 就起了个洋洞作用 他们故意向西走 向干江边走 这是一个极其凶险的任务 洋洞部队 与主力背向而行 还要拖着数倍余计的敌人 都圈圈 稍有不慎 就会被尾随追击的敌人 围剿消灭 重压之下 毛泽东再次想到了 胆略过人的寻淮州 此时已担任 红十二军 三十五师师长的寻淮州 欣然领命 在这位年仅二十岁的 红军将领的心里 一出虚张声势的好戏 已了然于胸 8月5日 国民党军飞机 在红军集结地周围 没有任何发现 而集结地以西的数十里外 却红旗招展 尘土飞扬 出身保定军校 还曾在黄埔军校任教的陈诚 不敢怠慢 又派出侦察部队向西搜索 在得到相同情报后 才下令部队立即追击 不得有误 在追角中陈诚发现 第一天红军速营地 有供三万人做饭的吹噪 第二天已减少到两万 第三天更少 不仅如此 沿途还可以捡到 红军丢弃的背包 水壶 刺刀 甚至是枪支 陈诚大喜国王 断定红军已有溃散之势 命令部队丢下自重 加速前进 然而就在陈诚 追击红军主力之时 位于右翼的第47师和第54师 却接连传来集电 声称遇到红军主力 请求陈诚火速救援 直到此时 陈诚才恍然大悟 这是比他小了十多岁的娃娃师长 采用的孙殿剪造诱敌之计 而这个红军师长 竟是一个没有进过任何军校 从湖南农村走出来的泥腿子 国民党精锐部队 被寻怀州牵着鼻子 在赶江东岸转来转去 疲惫不堪 毛泽东 朱德 率红军主力 跳出包围圈后 连战连结 国民党围剿部队 被红军各个击破 损失三万余人 蒋介石亲自挂帅的第三次围剿 彻底失败 1933年10月 中阁军委任命巡淮州 为新组建的红旗军团军团长 那一年 巡淮州21岁 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1934年1月22日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锐金开幕 会上 巡淮州被选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同时为表彰他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的优异表现 同年8月1日 中阁军委通定 授予巡淮州二等红星奖章 这枚凝结着赫赫战功的奖章 巡淮州却无法拿到 此时的巡淮州正在执行一项 他从小立志 将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的伟大任务 918事变后 中共中央发表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1932年128苏湖抗战大响后 毛泽东又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起草对日战争宣言 发表在红色中华报上 中华民族危难之际 蒋介石却声称要全力戒除内乱 剿灭赤匪 1933年9月 蒋介石再次调集百万大军 向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在预敌于国门之外 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下 经过半年多的苦战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逐渐失利 1934年4月 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 为扭转不利形势 1934年7月初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和中阁军委作出 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前队名义 向敏浙挺进的作战训令 深入到敌人远后方去 经过敏江流域 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 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 从中央苏区调回一步 到其后方去 中央是希望通过北上抗日先前队的行动 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 减轻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的压力 中阁军委命令红旗军团立即向敏浙碗干边出动 以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寻找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7月6日 在寻淮州月少华的率领下 6000多人的红军抗日先前队 从江西离川出发 踏上了先前北上抗日的征程 此次出征 随形的挑夫弹子有500多弹 除部分军需自重外 有380弹160多万份 号召人民抗日的印刷宣传品 1934年10月底 历时近4个月 形成3200余里 转战敏浙干晚四省的红旗军团 抵达干东北重西村 与方志敏率领的红旗军会合 根据中阁军委指示 红旗军团与红旗军 整编为红旗军团 方志敏任红旗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 刘仇熙任红旗军团军团长 岳绍华任政治委员 循怀州任红旗九师师长 位于国民党统治地区 新藏地带的红旗军团 可谓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很快调集二十万重兵 兵分四路围剿红旗军团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 红旗军团决定在黄山脚下的汤口集中 四级歼灭由王耀武指挥的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 汤口北面位于黄山东路的谭家桥镇 是一片开阔的小盆地 新开通的安庆到屯西的公路 从南向北穿阵而过 是伏击敌人的好地点 十二月十三日傍晚 部队趁着夜色进入伏击阵地 第二天上午九时 见公路上有人行走 山上还有老百姓砍柴 敌人放心大胆地进入了伏击圈 一场出其不意的伏击战就要打响了 突然一声枪响提前打破了沉寂 原来由一名战士过于紧张 导致步枪走火 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伏击部署 此时敌军尚未全部进入伏击圈 很快就利用装备优势 抢占公路两侧的高地 乌尼关前的高地是战场上的制高点 敌人居高临下 使红军暴露在火力之下 伤亡很大 红军一连发起四次冲锋 都没有拿下高地 这一下子坏了 制高点被王耀武帅的国民党军队抢去了 红军成了在山下养工的状态 为了扭转危局 巡怀州的这种挺身而出 他向军团长刘秋席讲 现在得赶快把这个制高点夺回来 我亲自带人上 紧要关头 巡怀州再次挺身而出 大喊一声 同志们跟我冲啊 师长巡怀州冲锋在前 前面的战士倒下了 后面的战士们继续往前冲 如出闸般的洪水奔腾咆哮 一鼓作气夺下了乌尼关制高点 激战中 身陷士卒的巡怀州被榴弹击中 腹部被打穿 肠子流出腹腔 鲜血染红了衣裳 警卫员大声呼喊 巡怀州却没有回答 这是战场上震撼人心的一路 悲痛欲绝的战士们 在枪弹纷飞的战场 自动围成人墙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掩护师长撤下高地 两天后 巡怀州被抬到70公里外的 京县茂林镇 期间由于山路崎岖 巡怀州的伤口多次撕裂 血流不止 有时连肠子都会流出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昏迷中的巡怀州 还在殿面北上抗日 他不停地喃喃自语 为抗日救国奋斗到底 北上抗日 1934年12月16日 因失血过多 一带肖将巡怀州 在茂林去世 这一年 巡怀州22岁 巡怀州牺牲后 王耀武派出一个连的兵力搜山 找到了巡怀州的坟墓 惨无人道地割下烈士的头颅 送到屯西 邀功擎赏 当地百姓不忍英雄 曝海荒野 冒着生命危险 将烈士遗骸 重新安葬于蚂蚁山 1938年6月 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 率部途径茂林 登上蚂蚁山 感慨满怀 当晚烛光之下 陈毅含着热泪 挥鼻血下烈士碑稳 红军青年将校 以游击战斗著称 毕生为革命利益 民族利益 牺牲到底 再在足为抗日战士之楷模 第二天 部队出司 邀请茂林当地一位石将 连夜捐客碑稳 临行前 陈毅和新四军战士们 在巡怀州墓前 举行了隆重的立碑仪式 随后奔赴抗日前线 不仅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同时他有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 从秋收起义开始 他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 坚持井冈山斗争 经历了井冈山红军的反进角 反围角斗争 在实践中脱颖而出 巡怀州是工农红军中 优秀的青年军事将领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立下了卓越功勋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他的丰功伟绩 岁月静好 更要铭记英雄 今天湖南 安徽 浙江 这些巡怀州浴血奋战过的地方 建起了巡怀州纪念馆 巡怀州烈士陵墓 还有以他的名字 命名的学校 村庄和广场 以此纪念这位 牺牲在战场上的红军将领 英烈虽已远行 但信仰将会永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